大家最關切的就是何時上樓 特別是住劏房的 所以我們今次都有一個非常大膽的決定 我們是不會再容許輪候居屋的時間再長的了 所以要封頂 我們有信心將我們輪候公屋的綜合時間 會由六年在四年之內降到4.5年的 希望用集裝箱的方法去興建 所以要快 兼且政府會主導整個簡易公屋的建設 包括我們會政府興建 政府出錢 而且我們會興建得高一點 最高的我相信會有十幾層 在施政報告其實都有解釋 我們在找土地去建立公營房屋 其實我們已經找到足夠的地 給我們十年的房屋策略所講的需求 多過它了 問題就是什麼呢 我們供應的時間不平均 大量只是在下半五年 而在前五年是缺乏的 所以我今次的創新思維 我們提供的簡易公屋 正正是填補了現在這個空缺 我們下一個座所講的 謝謝 感谢观看